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桃花在1月份就开始绽放了 整体带来很不错的恋爱运势 不过1月份的时候 由于受到了火海行客的困扰 在交友当中容易遇到偏钱偏色的坏人 所以说在这段时间虽然桃花很旺 但是还是要小心谨慎的做一个选择 千万不要太容易投入进去 还容易碰到一些家里不满意的恋爱对象的问题 所以说还是有一些问题需要谨慎对待 2月份的时候恋爱运势开始增加 不管是单身还是恋爱中的天蝎座相处都很愉快 言语沟通也都顺畅贴心 但是已婚的天蝎座就还是可能会受困于 传统的婚姻家庭观念 而有束缚感和叛逆心 3到4月份天蝎座的恋爱运势是很强的 群星来到恋爱宫当中带来比较强势的桃花运 这段时间的感情是美好的纯粹的 而且容易有浪漫之死的感觉 是很甜美的一段时间 甚至会有闪婚的情况出现 不过对于已婚的天蝎座来说 这个状态就没有那么理想了 可能会有出轨啊 或者说婚爱情啊之类的 会有动荡不安 会有争吵跟抗争 而且会有突然分居的情况 部分天蝎座呢 真是更容易碰到劈腿啊 暧昧啊出轨啊等等 五到六月份的时候呢 恋爱宫当中的活和相呢 可以说是让单身的天蝎座呢 很容易遇到呢 办公室恋情 或者呢 是经由同事介绍牵线的爱情 恋爱中的天蝎座呢 虽然情感致力而绝对 但是呢 也很容易出现了哄骗的情况 越不真实的顺利和甜蜜呢 越可能能隐藏着这个骗局 一婚的天蝎座呢 彼此关系呢 是不和谐的 容易感受到呢 来自婚姻责任的压力 部分天蝎座呢 可能会受到家中长辈的干扰 六月份呢 天蝎座呢 还是比较容易陷入在 这个复杂的恋情当中啊 容易有劈腿的情况出现 七到八月份呢 火天和尚呢 在天蝎座的婚姻宫里面 加上呢 这个行客水瓶座的土星 所以呢 在这段时间呢 是特别容易有这个 秘密情势被发现的可能性啊 恋爱中的天蝎座呢 也会存在那两性关系当中的困扰 容易呢 有些敏感和沮丧 一婚的天蝎座呢 只要注意还是会有出轨的情况啊 八月份呢 给已婚的天蝎座呢 带来了突然的争斗 有人呢 可能会突然离婚 或说关系破裂 当然也有可能在这个时候呢 会出现闪婚的情况啊 九月份呢 单身的天蝎座呢 可能会经历到这个 有暗恋的情况 依然呢 还是有人会陷入到 复杂的恋情当中去 十月份呢 火星呢 会在极恶宿客 所以呢 已婚的天蝎座呢 很容易因为日常琐事呢 或者共同财产的问题呢 爆发争吵 部分的天蝎座的秘密呢 会被揭露出来 单身的天蝎座呢 恋爱运势呢 不佳 容易呢 渗入到复杂的恋情当中去 在新年的最后两个月 木星双鱼呢 会再次回到恋爱宫 那么单身的天蝎座 和恋爱中的天蝎座呢 都会有很多这种新的机会啊 但是呢 容易被爱情冲昏头脑 已婚的天蝎座呢 则是呢 会有一些这些意外的 额外的偷吃啊 出轨啊 劈队啊 这样的情况出现啊 12月份的 已婚的天蝎座呢 婚姻状况呢 会相对稳定 总的来说呢 天蝎座呢 在2022年呢 是非常容易被爱情 冲昏头脑的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节目 不错的话呢 欢迎你呢 把我们的好运 分享给更多人 让更多的人呢 掌握呢 对生活的节奏可把握 我们的新作 开运礼合呢 已经呢 上线了 我们的定价呢 是199元 那现在呢 我们为大家推出 这个抽奖转发的活动啊 请大家呢 踊跃在底下留言 只要呢 你留的言呢 是得到最多的点赞的啊 我们呢 就将呢 送出我们礼盒当中的台礼哦 好 感谢你们的收看和支持 我是静电鱼 关注静电鱼 你会更好运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